主席我们各位立院的同仁 我想今天大家看到有三个提案 希望能够召开临时会 那先从柯总召政委员 专委员提及的这个主旨来看 确实是因为我们的预算 在12月31号前没有完成 所以呢民进党的提法 是希望维持国家机关的正常运作 对于各个这个施政的计划建设的财政呢 能够在这个临时会里面顺利的通过 那他认为这个呢可以引导经济的发展 那我想我们还是要先回归 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提谈话会 礼拜五的党团协商之间并没有达成共识 关键不在于大家不希望预算通过 关键在于这个重要的时机里面 有没有什么事挂一落万 在临时会还可以努力的 所以我想在今天我们党团也提出了 希望能够召开临时会的部分 跟民进党一样我们也希望预算严审 然后照这样的一个财政的预算法呢 尽数逐年改进 不要像去年的九月 我们还在审当年度的营业非营业的预算 甚至要并绝算的处理 所以第一个我们是支持也同意 民进党提出来要能够在这个临时会里面 也完成营业非营业的这个预算的审议部分 那跟大家报告呢到目前为止还有大概是16个基金跟一些企业的这个营业的预算呢都还没有完成 包括经济委员会有四个基金 国防外交有六个基金 社交法只有两个基金 那财委会里面呢有一些像中央存保公司 财政部里面几个银行控股公司都还没有完成 为什么没有完成 我想大家心知肚明 在上个12月30号以前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们在议事程序里面 因为营业的问题 因为各种的工坊呢 严格了我们必须要在委员会里面 努力审议基金的部分 所以这是一个大家都要面对的问题 也是大家共赴承担的问题 希望大家把这个临时会里面 以这个为最优先的部分 那再者是为什么我们要另外提案 我们今天的提案里面包括了时代力量党团 还有几位国民党的委员们呢 也一起来完成的提案部分 希望我们还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把该做的事情认真完成 因为既然有委员会议 那在委员会议里面除了刚刚讲 16个基金的预算之外 也许还有时间 那民进党排了四天的委员会的时间 所以我认为有一些法案还是可以 利用相关的这个机制来完成 那我们民众党跟实际特别提出来的就是跟 称香港有关的港澳条例18条 这部分在去年7月到现在 整个香港的港版国安法造成了一些严重问题 陆委会在这个现有的一个办公室里面的服务机制 以及他救援的系统都未公开也不透明 所以我们认为还是要费归用法制性来完成救 称香港及人道救援的一个重要法制业务 那希望在这个地方能够进负二读的方式来完成 另外是最后一个有关居住正义呢 是不是能够在最后一个拼图里面完成 就是囤防税的部分 在去年3月民众党也提出来了 但是呢 裁委会的两位招委几乎都没有排成 不知道为什么 那既然去年已经完成居住正义的这个 实际登陆的这个道户 那是不是这个小小的拼图让他能够一并完成 最后还是大家关切的这个莱猪的问题 那这两天看到我们的猪肉仪表板进口 到底有没有美猪进来 一直说有一直说没有 原来是两个系统根本没有对接 这样的一个监督是我们立院不分党派委员的责任 所以我们希望即使在这个问题上面没有一时的解决 在接闭者保护在春少人保护里面还是可以进负二毒 来让这样的一个监督跟治理 还有保护人民知的权利 同时有接闭的这个权利的保护伞 能够一并在这个进负二毒的法条里面完成 所以在这里也希望执政党的委员 还有国民党委员实力的委员 待会提案的这个表决里面呢 能够支持刚刚这个这些委员共同提出来的版本 那最后我想为什么要让议事人员老是在我们的议事 这个工房部章里面牺牲自己的劳动权益 为什么要在礼拜六礼拜天排定了这样的一个议事的议程 为什么要在1月30、31号预留两天 我是不明白柯总招的用心良苦 但是我们要体恤议事人员 所以我们在这个议程里面跟其他党不一样的是 我们排除了1月30跟31号的议程 也希望各位能够一并支持 谢谢